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宣布双北引进U-Bike 2.01电动辅助自行车 结合通勤绿狼及市区自行车道 提供民众减碳运输的新选择 U-Bike 2.01电动辅助自行车 与原先2.0版绊脚踏车十分相像 但多了电力辅助启程效果 置物蓝由灰色转为棕色 坐垫由黑色转为棕色 看上去更时尚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宣布引进一千五百辆 让民众多一项骑乘脚踏车选择 新北市跟台北市 甚至包括台湾市 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 尤其在推动U-Bike 从1.0我们大家一直合作 那在8月份我们新北市 把U-Bike 2.0整个都把它完成建国好 那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跟讲市长 在U-Bike 2.01电斧车 我们在9月份将有一千五百辆 加入这样一个行业 其实电斧车的加入U-Bike 2.0 其实很重要 因为每次我看到我们同仁 骑U-Bike 2.0来上班的时候 骑得满头大汗了很多 那虽然我们也提供一些盥洗的场所 给我们同仁换衣服 那毕竟有人还是希望骑电斧车 骑起来比较轻松自在又舒服 那这一次也非常谢谢我们二校单车 我们立志董事长大家共同努力 U-Bike 2.01上路以后 我相信同仁这个困扰就没有了 除了这个困扰没有以外 更重要的 我们新北市跟台北市一样 我们在推动U-Bike 2.0 最主要的是要把自行车的轮道 建得更安全更舒服 因为骑自行车鼓励大家好用 是智慧力能永续的最棒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们在整个自行车的轮道上 像通学跟通行的轮道上 刚刚我们背板这个 就是从台北市 新北市到桃园市 114公里的绿色廊道 那新北市除了在推动绿色廊道 在两三年就开始做起 后台北市跟我们也开始并肩作战 桃园市也跟上来 当然除了绿色廊道以外 我们新北市现在目前为止 建过了将近681公里的自行车道 这当中我们U-Bike的站 是了1341站 在这段时间我们启用了人次 2.55亿人次 所以新北市使用力很高 尤其新北市有一个高滩地 哇高滩地风景临媚 既然不要说交流 平常就人满满满 起我们的U-Bike 2.55亿人 那现在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才能够在整个国际的环境 在推动 减碳 绿能 永续的过程当中 西北市一定会往前走 那台北市跟我们一定并肩坐在 更重要建过北北基桃的生活签 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今天能够来参加 2.01的这个启动给你很开心 未来我们超2100辆 现在是1500辆 未来骑2100辆 可能未来还会更多 因为像我这个年纪的 骑电铝车更适宜 因为有些长辈们 骑2.01更舒服 那湾安市长 还不需要到电铝车 你骑2.0就可以了 我虽然是可以常常骑2.0 但是我们2.01要上路 我也是很期待 想要试试看看 总是好奇嘛 觉得这个电铝车 应该是还不只省力 骑乘起来 享受一下它的速度等等 但最重要 就诚如侯市长所讲 我们希望双北市民 都可以享受这样便利的律运书 所以我们台北跟新北 我们共同在交通上面推动 很多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共同提倡议 1200交通运号 从去年开始 我们也达到了相当的成果 让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使用交通运号 不只是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而且也鼓励大家 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那再来今年我们也正式U-Bike 前三中免费 在台北市我们实施之后 也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也就是累积有22%的使用者 是从过去开车或骑机车 转换使用U-Bike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让大家转移使用交通运具的习惯 多多使用U-Bike 搭乘捷云和公共车等等 那另一方面 我们这次推出2.01 最重要是要让很多 也许年长者 或者是要骑乘上坡 或者是要骑乘长距离 可以比较省力 1500辆加上桃园市 二月率先导入的车辆 共计可达3000辆 预计115年底 可以达到8100辆电动辅助U-Bike 增加民众便利性 谢谢长也告诉我 我们其实也非常重视安全 所以未来如果骑乘 超过了时速20公里 会缺电 我们希望不要超过20公里以上 那二方面也谢谢微笑单车 这是提供给我们的2.01车辆 充宝电可以骑乘100公里 所以也谢谢我们有这样子的新车 提供给双北的市民使用 那最后我想我们推出的种种这些 鼓励大家多使用绿域书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节能减碳 达到静零碳排的目标 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为我们的下一代 打造一个低碳永续的模范城市 同样的也带给所有市民朋友 一个幸福宜居的城市 那再次感谢微笑单车 也谢谢新北市府 然后我们市府的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 能够让今天201正式启用 U-Bike 2.01最高时数可以达25公里 比一般自行车的车速快许多 不过得提醒市民朋友为了安全考量 租借前需投报公共自行车伤害险才可足用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台北市内湖知名的百年土地公庙 贵竹宫 在立法委员李燕秀的后周下 多年来吸引越来越多的 顺心人士工艺团体与企业加入 捐赠物资的数量也扩增到10倍以上 让更多的弱势民众受惠 立法案李燕秀等人向福德镇神上香驻岛后 开始进行捐赠仪式 这里是内湖知名的百年土地公庙贵竹宫 9年前在李燕秀号召下 贵竹宫开始将信众的普渡贡品捐赠给弱势 结果这项公益活动获得外界好评 每一年都有新成员加入 让物资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 到今年捐赠贡品数量 已经是第一年的10倍以上 受证单位也越来越多 今年的爱新更普及到 彰化二龄的马喜乐社福基金会 让当年发起这项公益活动的立法委员 李燕秀相当感动 贵竹宫在这里 我们在三角这个地方 已经超过百年了 那过去就是我们众院普渡的物资 也相当的多 那李燕秀委员发起的时候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因为其实我们贵竹宫 平时我们对于我们港股地区 一些清寒的居民 我们都有做这个急难救助 那他提起这个把这个普渡的物资 集中起来 我们觉得真的真的非常的有意义 能够把这些物资不浪费 送到所有需要的人的手上 这次是最大最大的福报 所以我们从第一年跟他一起合办 到我们今年第九年 我们从一百箱的物资 到今年我们总有一千两百箱 后来我们在第七年的时候 我们也找了我们的好朋友友工 就是我们的卢州共安工 我们也一起来做这个共襄盛举 所以他们也每一年都把中原普渡的物资 送到我们贵竹宫 贵竹宫每一年都会办每一次普渡之后 我们有清寒送暖的活动 那每一年都办得越来越大 然后支持赞助的地方人士 民间的团体也越来越多 所以台湾其实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 我们从普渡这件事情 就可以看得到 那今年看到已经把贵竹宫后面 都堆得满满的 那赞助的单位其实来的也非常多 里长也非常多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份资源都可以真正送到需要的人上面 那我更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协助的支持单位 赞助单位 然后今天来的还有很多的团体 都是长期在民间推动照顾的团体 那我们也希望结合更多的资源 每一年办得更大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发想 那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有机会做中间的平台跟桥梁 然后把地方的资源照顾得更好 整合的更好 今年加入捐赠行列的三星人士 社区发展协会及企业团体 也都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共享盛举 让更多弱势团体及家庭获得协助 我们合作这个本身 按照内政部的合作设法的规范 就是要从事公益上的活动 那这一次有这个机会 了解说我们贵族公 他长期以来 对于弱势的团体家庭 都一直有这样的照顾 那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讲来共襄盛举 付出一点民伯之力 所以我们全社 大概有八千多个社员来讲 也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加入这个合作社之后 我们行有一力 一定来帮助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跟他赵主任从小认识到大 对 那他报这么好康的事情让我来参与 就这样 那你觉得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感觉有什么样的意义 意义很大啊 因为反正能够帮助很多人需要帮助的人 那就是我们最基本应该做的 我们能做就尽量做 因为我们的社区呢 跟内湖的社区呢 都是连结在一起 那我们已经进入了老人的社会 已经老人的社会了 已经都超高龄的社会了 那我们特别需要关照这些老人家 我们目前协会也正在推 怎么样在地老化的活动 内湖区多位里长也出席这项公益活动 肯定民间的力量让社区爱新网 更加完善有力 我们有一些弱势的族群 还有一些独居的长辈啊 他们也都是很需要这些的关怀 不只是物资上 还是说平常上的这个寒暄 都对他们是有非常大的 强大的这种力量 那有这样子的活动跟这样的机会 那藉由那个我们协会这边 这样子能够赞助我们 那让我们再把这个爱 再散播出去 我相信说这样子是能够一个 很好的抑举 除了捐赠普多贡品 秉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贵族公每年在端午中秋 即元宵等传统节日 也会分送民众平安邮饭等 期盼让土地公的爱心 庇佑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想要多了解劳工权益 职场安全相关资讯吗 台北市劳动局开设台北市劳动大学 整合劳动事务 职安职能发展 移工等学院开课 协助民众提升职业技能与专业知识 保障自我的劳工权益 一般正常外行人就会像八天格一样 奶瓶直接随便乱咬 那我们市长作为一个专业三宝吧 到底该如何把这个奶粉有效溶解呢 我们就是要握住瓶身 然后左右摇摆 彻底溶解 透过学院课程亮点展示 台北市长蒋万安 轻松泡奶抱宝宝 喂奶拍格 台北市劳动局架设台北市劳动大学主题网站 正合劳动事务学院 职安学院 职能发展学院 移工学院 开课455门数 让民众上网快速搜寻学习资源 报名各项劳动知识与技能课程 我们台北市劳动大学正式起用开幕 那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一上任 台北市长就非常关心 劳工的权益 劳动议题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就有思考 要建立台北市劳动大学 所以我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很用心地规划 整合 建制 所以在今天正式跟大家宣布这个好消息 那另一方面 我们成立台北市劳动大学 我们既然要做 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我们相较其他县市 已经有相同性质的 劳动大学比较起来 我们当然有非常多全国首创 独特而且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是全国唯一结合了四大学院的劳动大学 那当然这四大学院包含的范围 包括了劳动事劳学院 职能发展学院 职业安全学院 以及移工学院 我想这几项都代表 我们台北市身为首善之都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移工朋友 我们对于职业安全的重视 以及我们对于年轻朋友 未来职业的发展 以及相关所有劳工朋友 关心的劳动条件 都含瓜在这四大学院里 课程包含劳动条件 与相关法令 劳资争议处理 职场安全防护 职前训练 在职进修与职能体验等 可从而获得充实的劳动知识与技能 对于个人进修 培养第二专长 及职业发展 都有正向帮助 我们劳动大学 它的规模 更甚其他的县市所规划的劳动大学 我们可以容纳一年 一万六千人次的训练量能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一年有四百五十五门课 同样的 我们在台北市邀请来的师资 是最完备 同时我们规划的课程 相当的多元 那接下来我简单跟大家介绍 我们这四大学院 大概有哪些特色 第一个 劳动事务学院 比如说 我们不只是全国 唯一 应该是目前亚洲 我们看到 首创有职场性别平等认证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第二个 我们在这一次劳动事务学院里面 甚至也把我们台北市 特别最先提出 关于居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的劳动条件 权益保障原则 里面的离线权 纳入在课程当中 第二 我们的职安学院 也关于职业安全 我想很多现场 各位理事长 在前不久 我们特别也去参观了 我们XR 模拟演练的 这个建制的场域 我们透过最新的科技 包括结合 这个AR VR 等等 可以让所有老国朋友 模拟生理其境 比如在高空作业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什么事项 以及当高空作业 一旦发生意外 相关后续的处理 SOP等等 所以我们也很愿意 把这样的一个场域 纳入在课程当中 第三 也就是 关于职能发展学院 那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 能够结合 包括最新的趋势 AI 人工智慧 ESG 环境永续等等 另外 也囊括了34个 包含甲乙丙 以及 这些相关单一的 减合认定的 这个场域 所以 我想这些都会在我们 整个 劳工大学里面 能够呈现给所有 老公朋友 那第四个 最重要的 也就是 移工学院 我想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我们很多 住台的时节代表 他们共同来参与 这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会持续提供 更多元相关的课程 让移工朋友 在各个不同的职场领域 了解到 熟悉相关的职场环境 同时 认识更多元化的语言 文化等等 这些相关课程 对于台北市 我们许多的 移工朋友 给予更好的照顾 以及服务 所以非常感谢 所参与的伙伴 大家共同努力 让我们台北市的 劳动大学 能够正式呈现给各位 最后 我要告诉大家 为了方便 很多我们劳工朋友 相关团体 能够很简单 迅速地搜寻到 相关的讯息 课程 我们有提供 一站式的网站 大家可以 很快速地 搜寻到相关的课程 职业训练的资讯 相关的劳动法令 都在我们的 一站式网站上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持续不断地优化 让我们台北市的 劳动大学 提供给劳工朋友 各个工会 更完整的服务 劳动局经过 近一年的规划与整合 今天正式揭幕 台北市劳动大学 主题网 也为市民朋友 带来一个全新的 学习与成长平台 欢迎加入 共同学习 记者文明君 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台湾美年新诊断出的 离癌人数高达12万人 但癌症五年相对存活率 也从百分之四十点七 进步到百分之六十二点一 癌症希望基金会 就提出了 癌后运动处方 有动无保闭 提升癌有日常活动的能力 帮助改善整体康复的效果 曾经因软潮癌 接受开腹手术 及多次化疗的高小姐 示范癌后运动处方 帮助自己身体康复 尽管高小姐 自己也是健身教练 但癌后的她同样面临三不知 不知何时动 不知怎么动 以及不知找谁动的处境 我在治疗的时候 已经身体这么疲累了 我还可以运动吗 那我现在治疗完了 那治疗都到一个阶段了 是不是可以开始运动 然后接下来是怎么运动 就是我要如何运动 怎么样正确的运动 不会让我身体额外的负担 不会受伤 那甚至对我的癌症治疗 是有帮助的 我要做什么运动 那最后是 我要找谁来运动 就是运动其实是需要专业 就像刚刚谢医师提到运动处方 我要找谁来开立这个 专属于我个人的运动处方 这些都是需要去思考的 处方就好像我们在吃药一样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吃药 你要吃哪一颗药 那你的药效的强度是什么 其实我们转换成运动 也是一模一样的哦 我们要有顺序嘛 我们要知道要热身 我们知道我们的最主要运动 要练什么 我们要练肌肉力量 我们要练我们的手 我们要练我们的脚 我们要增强我们的体力 那我们要选择什么样合适的运动 最后不要忘记了 我们一定要再做缓和收招 比如说拉拉筋这样子 那这样子一个整体的流程 就是一个比较符合 标准规范的运动处方流程 其中的元素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频率 一周要运动几次 一周运动个两次 运动个三次 我们的强度要多少 比如说像谢医师有提到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聊天 那可能太轻松了 那如果我们要超强一点点呢 可能要有点喘甚至讲不出话 但是又不能把人家逼得太强 因为我们是在矮友上面做运动对吗 所以这个就很取决于教练的专业读了 那当然还有不同的运动类型 爬山也可以 在健身房举重也可以 我们的运动时间有多少 特别跟大家分享 有的人啊 真的是体力不太够 我没有办法一次运动个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没有关系 其实啊 真的哦 从研究科学发面呢 跟大家分享一次十分钟 慢慢的累积 累积到三十分钟 累积到五十六十分钟 一样有效果 一样有效果 所以鼓励大家动起来就对了 运动能降低复发风险 改善焦虑忧郁情绪 美国癌症协会也建议将运动处方 纳入癌后治疗重要部分 而在台湾多数癌友都知道要运动 但根据研究调查显示 癌后病友虽然有动起来 但近八成偏好走路 显示虽然有动 但并非动得有效 它必须是一个有动机的 有目的的 有计划的 而且最重要是有结构的 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底是欠缺 运动项目里面的哪一项有缺失 所以应该要补强 还是要整体的加强 最后它是要有规律性的 就说你要持续 你如果做三个月 就不再来做了 那这个运动大概也没有什么帮忙 如果NCCN建议 每周至少150分钟中强度 75分钟是高强度 那你看我们国内癌友现在 现况是怎么样 低强度是完全不建议 你公园走两圈走三圈走五圈 是完全没有impact 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那种就是一面走路可以一面讲话 甚至像这样子 我可以走路一面跟各位这样讲话 中强度的建议是要150分钟 但是你说话会有点困难 稍微有点喘气 高强度的话 大概一句话没办法讲完 他都会建议你一周 你累积至少75分钟 你看我们国内的人呢 83%停留在低强度 公园学校在市场 中强度的竟然有64% 但是呢 也大部分都做一次两次而已 而且他们的时间 大部分都是10分钟到30分钟多分钟而已 所以乘上他的次数以后呢 你会发现呢 总时间没有办法到达150 同样的到高强度呢 也是没有办法达到75分钟 那当他需要做癌后定期最终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期待他同时要有良好的运动 因为癌后的这些运动呢 基本上就是要恢复健康的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希望传递出来的一个理念跟做法 那这样的癌症这个照护过程 其实很需要整体大家一起来 不管是家人 不管是癌症病人本身 还有包括刚谢医师所提到的MGO 就是一般的民间团体 那当然我们更期待的就是 我们的政府单位能不能够 去统合所有的医疗资源 协助癌症病人当他离癌以后 在康复过程当中 所有的一些资源 所以癌后康复真的需要是跨系统 跨科别不同 不管是哪一个之类的这些医疗同仁 或者是社会的所有人员们 都能够跨过这些资源的整合 来协助癌症病友 他在康复的过程里面可以更顺利 癌症希望基金会提出 癌后运动处方 有动五波比 强化癌有机力 肌耐力 敏捷 平衡 心肺功能 五大核心能力 重建身体机能 有效提升日常活动能力 改善整体康复效果 才是真正动之有道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 特别在暑假的尾声 举办新住民亲子书法彩绘课程 将色彩元素融入书法 辉合中 让大小朋友静下心 拾起毛笔 绘画出内心的艺术图文 一笔在手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露出专注安静的神情 由于现在的小朋友 接触书法 拿毛笔写字的机会很少 课程将书法和着色绘画 结合在一起 增加小朋友的兴趣 并在书法老师 成文术的指导下 大家开始发挥创意巧思 绘制出独一无二的 古篇图文彩绘画 刚刚看得非常棒 那个老师给我介绍一下 介绍那个字 然后用那个图文这样画出来 观景景看起来就是跟一只老鹰 跟今天你们画的主题 那老鹰还蛮像的 对啊 那小朋友真的很棒 你看那个 我们这个老师画的这个 这个是不是像一只鸟 是不是很厉害 你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 那之后啊 也可以认真学 像这样子很有创意 对啊 那本来就是一只鸟 观美的一只鸟 对对 你看这一只鸟 但是叫观景景 你知道这个佛字吗 哈哈哈哈 本来不知道 对啊 那这个 这个我们用那个字啊 可以写的很像图画 这个这样子非常的棒 各位小朋友想不想学 想啊 想哦 那我那个之后我们的办活动 大家可以再继续来参加 那我们再请老师 教我们更多更多的字画 好不好 松山区公所举办新住民 亲子书法彩绘课程 吸引来自缅甸 印尼和中国的新住民家庭参加 希望帮助新住民家庭 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 并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区长郑朝元表示 未来松山区公所也会规划 举办更多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松山区公所 新住民亲子书法彩绘课 圆满成功 大胆胆 记者理习会台北报道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熏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笑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 继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了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 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接下来带你来看内湖区公所 在大湖公园举办内湖夏日一起来的活动 吸引了许多内湖民众走出家门 在中秋节前夕享受快乐的亲子时光 新著名舞团充满异国风情的表演 让现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紧接着国家舞蹈社团则展现出年轻与活力 还有学校社团美妙的歌声宛如一场音乐饗宴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在大湖公园阳光大草坪 举办的内湖夏日一起来活动 除了台上精彩的表演外 现场还有棒球九宫阁亲子游戏 集体四人闯关活动 透过趣味游戏方式 结合内湖艺文团体表演 鼓励内湖民众走出户外 增进家庭互动 这个活动是结合了我们的人口政策 还有全民房灾 还有社会安全团 所有的跟我们内湖区重要生活 相关的议题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今天的活动为了给大家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 所以我们有用心的设计一些相关闯关的活动 然后还有邀请因为我们内湖区六所学校的校长 非常的盛情参与 所以也有六个学校来表演节目 那这些小朋友在掌线他们多彩多艺 最主要是我们设了很多的摊位 这些摊位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 大部分的摊位都有宣导品可以拿 所以待会欢迎唱完节目 同时也可以去看这些摊位 看看这些议题 然后拿宣导品 现场还邀请各社府团体及市政单位摆摊 进行交通安全 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 重阳敬老及防灾等宣导 希望这场户外活动能发挥寓教娱乐的功能 在中秋节前夕 让内湖民众度过一个不一样的美好时光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政府打造具代表性的音乐活动 朝台北 9月2号到8号展开 市长蒋万安与北流董事长黄运林 影视女星田中千惠 透过座谈介绍活动内容与参与心得 推广北市在地的音乐空间与产业发展 打造崭新的台北城市品牌 台北市长蒋万安邀请北流董事长黄运林 与电影《海角七号》女主角田中千惠 带领大家认识即将在9月2号至8号举行的朝台北活动 结合流行音乐影视娱乐数位行销与科技产业的跨域展演 超过百组以上的音乐演出 50唱以上的论坛与讲座 田中千惠就是名人专题演讲主讲人之一 我很荣幸这次朝台北邀请我担任 魔力台北名人专题讲座主讲人之一 我很期待这次透过这个讲座 跟大家分享这十几年来 我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来到台北学中文 拍戏工作认识朋友 这一日以来有很多感动的难忘的珍贵的故事 9月5号到9月6号 非常欢迎大家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听听我跟其他九位非常棒的主讲人 讲从台北出发到世界发光的故事 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而且丰富 那今年我们特别要规划了很多的主题 而且我们串接很多不同的领域 就是希望提供个平台 让我们的流行音乐影视设计 甚至结合科技新创等等能够串接 那刚刚视频长问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朝台北的诞生 我在这边跟大家再次的做一个简单说明 最主要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从我过去在美国有实际去到德州 奥斯汀 就是Texas Austin这个城市 他们每一年都举办西南天南这个活动 South by Southwest 那我就非常的惊艳 而且印象深刻 它是一个围棋 几乎近十天 然后它结合不管是音乐 电影 科技 它举办论坛 有很多的展会 当然还有很多音乐的演出 那更重要的 它带动整个产业跨界的发展 所以我就去查 South by Southwest这个活动 是多早以前开始办 然后了解它整个背景 其实在1987年 它举办第一届 当时它只是一个音乐节的形式 规模也不大 后来它慢慢把触角 延伸到电影 多媒体互动 然后再结合科技 那它一开始 邀请许多的歌手 乐团 慢慢邀请很多科技界的意见领袖 甚至很多是产业的人士 还有包括很多政治界 我看到 美国前奥巴马等等 都有去参加 那当然谈了很多是 产业发展啦 如何跨界的合作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在台北 我也很希望能够有一个 这样的跨界的活动 当然能够让台北市 重新站上潮流文化的顶峰 同时也希望让台北成为 真正的文化首都 那更希望能够让台北走进世界 也让世界走进台北 所以我知道这一次我们特别 比如有小林老师邀请很多国际的策展人 音乐人 买家 品牌的策展人等等 大家来到台北 参与这场盛会 那另一方面 也很希望未来 这个活动如果今年我们顺利把模式建立 接下来我们能够 透过今年的经验做一些调整 越办越具规模 成为一个每年例行的一场盛会 那让台北出现在世界的形势力上 也就是当所有关注这些议题的朋友 他们翻开一年的形势力 就知道每一年九月份都要到台北 来了解台湾的最新流行文化 相关的音乐产业 然后让台北更国际化 与国际接轨 黄玉玲也分享 这次朝台北活动 有四项活动在北流举办 其中也邀请亚洲七国 超过50柱歌手及乐团参与演出 刚刚其实介绍了 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台北 Music Expo 那这是音乐博览会 而这个博览会呢 其实我们就是邀请了 国际的买家来到台湾 其实最重要的 我们因为这个台北 Music Expo 我们也延伸出来一个音乐的舞台 Gender Asia 那为什么要将这个展览 博览会跟这个音乐连在一起 因为我们可以让买家 透过我们现场的表演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表演的音乐实力之外 也可以去感受我们多元的这个特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你开完这个展览之后 他没有办法实体看到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活动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台北音乐不断电 那这个比赛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十年了 那也非常谢谢文化局持续做了十年 然后一直在发掘新的音乐员 让他可以在每一年都有一个发表自己 而且非常的各式各样 什么样子的类型都有 我才昨天刚刚评审完 对非常精彩今年 然后在接下来会在北流发生的 还有是9月5号到6号的 这是台北模族 就是魔力台北 那千惠也会是当天的主要的讲座的讲者 那这次我们是从台北出发 然后在世界发光这个 作为一个主要的主题 因为当中的每一位讲者 其实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当然其他我们稍微保密一下 那这个是集合了音乐戏剧 然后电影 还有民俗记忆等等 这么多领域的大人物们 为期一周的时间 活动非常的丰富精彩 因为我太太昨天 她自己上网看到 她对于AI趋势的这场座谈很有兴趣 所以她还特别跟我分享 我说这是我们市府 特别筹办的活动 她就很惊讶 所以我相信很多喜爱音乐 喜爱科技 喜欢电影 喜欢设计 都可以来到我们朝台北的活动 我们都有很多跨界的分享跟讨论 而且在产业面 我们也非常愿意 帮助台湾这些优秀的音乐人 热爱音乐的朋友 能够被世界级的亚洲的这些买家 看到 有机会走入国际 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提供这样的平台 今年北市府透过朝台北 打造一场盛大的文化交流活动 不只是要吸引观众游客 更是促进国际与台湾的对话与合作 能成功建立活动模式 在逐年扩大规模 期盼最终成为一个每年固定举办的国际盛事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人类历史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李奥纳多达文西 被列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他的创作蒙娜丽莎 隐藏了25个秘密 现在就要带您到松山文创园区的达文西体验站 进入最强的邪共天才达文西的奇想世界 在古典月深的陪衬下 五公尺巨型荧幕呈现达文西在各个时期的制画像 以及他在各地的创作成果 透过细节的局部放大及手稿的动态化 让观众深刻体会达文西对艺术与科学的极致追求 像看电影般沉浸于达文西的奇想世界 沉浸式的内容大概是25分钟 那他其实有点类似是一个电影的感觉 然后每一段的前面都会有简单的介绍 达文西在那个城市里所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在那个是重要的作品重要的发明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五公尺的荧幕里面 看到非常多你一般可能在画作里面看不到的细节 除了长达25分钟的沉浸式震撼视觉效果 这次达文西体验展策划单位 还与罗马博物馆方面合作 引进超过50件以达文西设计图稿制作出的实体物品 包括著名的飞行器、战车、潜水艇等 让观众亲自体验 号称史上最强斜钢天才的前瞻创意 与惊人的想象力 其中这件城市模型 就是达文西为了解决温尼斯水患所做的设计 因为达文西就是一个非常全能天才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东西 就比方说它的飞行器、战车等等的 但是这一次呢 非常特别就是达文西它有非常多 大家其实还不知道的东西 那这次展览里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你所不知道的达文西 比方说现在这个城市的设计 就是可能大家本来不知道达文西有做的东西 那它这个就是因为当时 威尼斯的水患非常严重 然后就会有非常疾病的诞生 所以它就设计了这个 每一个就是居住的地方 运输的地方 全部都是不同层次的层次 然后来解决 威尼斯水患的这个问题 展场还规划多项互动区域 参观民众可以动手操作 了解达文西每一项发明与创意背后的科学原理 好玩更具有教育意义 达文西就是有非常跟力学相 非常多跟力学相关的发明物这样子 然后尤其是跟齿轮有关 然后跟离心力啊 然后轴承啊那些有关系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现代里面都 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们到随时都可以看到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它一个像是离心力的感觉 对 它在当时就用这个东西发现离心力 其中这座达文西为暂时设计的五滴木桥 除了以实体比例呈现外 现场更有缩小版模型 让民众挑战组装很获好评 我觉得很难 对可是很有趣是它就是角度对了 然后力量对了就可以撑起来 我是觉得不难因为我只要把它 它有两种规格嘛 一个是全时的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有缺孔的 三个缺孔你把它分类出来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对照一下说 他的十孔跟缺孔的接交接处在哪里 接就拼得出来 达文西绘制号称人体完美黄金比例的 维特鲁威人则化身为魔镜 让参观民众实际测量自己的体态比例相当有趣 观众只要依据上面的指示占定位 然后把双手跟维特鲁威人一样张开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扫描 扫描完成以后 就会显示出你的完美比例是多少 体验展的另一项重点 就是这幅全世界最著名的画作 蒙娜丽莎 透过工程师近距离拍摄及长达十年的分析研究 揭开这幅画作的真实样貌及隐藏其中的二十五项秘密 这是一个法国的工程师叫做Pascal Collette 他受邀在去罗浮宫近距离的拍摄蒙娜丽莎的完整的照片 然后他透过红外线 然后以及各种的光谱 然后来对蒙娜丽莎进行研究 然后一方面还原蒙娜丽莎在五个世纪以来 画作上非常多的瑕疵 然后已经受过伤害 尤其难得的是参观民众还可以看到 蒙娜丽莎这幅明画的背面 比实际到罗浮宫还可以看到更多微笑背后的神秘面纱 它是非常百分之百完整的复制在罗浮宫里面 蒙娜丽莎的那幅画 包括画作的背面 然后画作背面上这些所有的细节 都跟原画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说大家现在在上面看到这个29 就是当时蒙娜丽莎从凡尔赛宫移到罗浮宫的时候的编号 然后以及这些就是他在之前修补的时候 修补画板的时候的痕迹 就是这就非常完整的呈现蒙娜丽莎本来的样子 独家打造的AI达文西画饰 则让达文西跨越时空 亲手示范如何画出 抱着淫雕的女人 这样不同于一般静态展示的多元体验方式 让不同年龄层的参观民众都能轻松走进 达文西的世界 我觉得达文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艺术还有各个建筑 看完这些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天才 觉得还蛮多东西 是他那个时候就已经研究出来了 然后一直衍生到现在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对对对还蛮好玩的 虚实交错的达文西体验展将展出到9月29号 想要亲身感受达文西横跨科学发明 与人文艺术的辉煌成就 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史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幼职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113学年度的开学日 副市长邱佩玲 副市长杨秀玉 与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等人 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新生 加入长新国小大家庭 正式成为小一新鲜人 开学咯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政策宣导大使杨宝珍 与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特别来到长新国小 迎接小一新鲜人 由于长新国小就位在七读火车站旁边 校方发挥创意 为每一位新生装扮成小小列车长 由副市长邱佩玲 带领小朋友们敲响智慧罗 到达智慧站与聪明站 开学第一天 许多家长更是全程陪伴孩子 来认识校园 副市长杨秀玉 也来到长新国小 祝福并提醒小一新生 注意上下学的交通安全 她是超越入小学的第一个 另外阶段的第一天开始 想说陪她来的认识一下环境 就是有点紧张 因为他们就是迈入小一 所以也期待她可以 这是成长的一步这样子 期待她可以更独立 更就是长大这样 很多的 有很多一年级的新生 都是我的 算是我们这个 两代交情的一个小朋友 所以我特别来跟他们祝福一下 那今天是开学第一天 那修裕在这边 也就是提醒我们小朋友 在这个就是上学的过程 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还有就是我们父母亲 也不用担心 学校老师都会很注意的 那祝福大家平平安健健康康 那看到小朋友们 我几乎问了每个小朋友 都告诉我不紧张 很开心 可是看到是家长们 非常的担心 我觉得家长们担心的 不是学校好坏 而是担心她的小朋友 在学校可不可以适应 但是我知道我校长非常用心 我相信长新国小 在这边念书 家长们将来会很安心 也很开心 我相信在他们接下来上课 可能会有点既兴奋 然后又期待 又有点小紧张 但我相信在校长 然后跟我们这个 众多优秀的老师们的带领之下 一定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在暑假期间 其实就已经有办理相关的活动 让小姨的新生 到学校来适应环境 而且透过游戏当中的学习 让他们能够对于 这个长新国小的 这个生态跟文化历史的 一个学习的地方 能够非常熟悉 然后顺利的衔接 我们的开学的生活 那我们也期待 孩子们在学校里 收获非常丰富 欢迎小姨新生入学 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送给每位新生会图本 汲取小朋友用图画 记录学习历程 同时也将给新生家长的一封信 赠给家长会长刘志和 让家长们了解 市府所推动的重要教育政策 为基隆打造优质的教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另外成功国小以 哆啦A莫为主题 迎接小姨新生入学 金融市议长童子卫 也开心与小姨新生问候 欢迎这群小小新鲜人 进入成功国小就读 著名卡通漫画中 哆啦A莫的镜香小姐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卫 一起陪同51位成功国小 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们 欣赏音乐班学长姐的演奏 用音乐迎接这群小小学弟妹 和陪同的家长们 降低新生小朋友 对陌生学校环境的恐惧感 一起快乐迈入求学过程中 另外一个重要阶段 议长童子卫也特地 制证绘本和跳绳 欢迎这群小小新鲜人 进入成功国小就读 大家都笑咪咪的 拿到开学的礼物很开心 8月30号开学日 人爱区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 带领老师们特地着装 打扮成著名的漫画卡通 哆啦A莫中的人物 校长陈怡君更扮演品学兼优的镜香 一起迎接小一新生入学 让小朋友在快乐开心的氛围中 进入国小不会害怕 也让家长放心 那哆啦A莫是一个年代很久远的卡通 它呈现的是一种活泼 聪明 多元 机智的形象 我们也希望来成功国小读书的小朋友 他在这么优质的环境之下都能够学习到这样多元活泼 然后呢非常丰富的一个学习 而对于副社幼儿园的小小朋友们 校方也特地安排乖乖墙 让每一位小小朋友都可以自己从乖乖墙上 拿下一包乖乖快乐上学 也让爸爸妈妈们感受到学校的贴心 从市议员时期就开始长期关注成功国小的改造 争取经费建设可以容纳400人的演艺厅 修缮音乐琴房 整建校门口地平 以及铺设彩虹跑道等等 看着小朋友们受教育的校园环境越来越好 议长童子伟也非常欣慰 成功国小的发展跟改变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也是我们校园核心改造计划 最成功的一个典范跟社区的充分结合 这个大家一走进来可以看到我们地平的改造 然后进入幼儿园也看到开放式的六花梯 然后彩虹跑道等等 那我们这几年也大力的支持学校相关的各项建设 包含音乐班 音乐教室的改造 那我想在陈怡君校长以及主任老师的共同带领之下 我们大家一走进来可以发现成功国小的活泼与朝气 我想在我们特色教学里面 也发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也让大家可以看到成功国小的一些特色 我想这个时候少子化的年代需要靠学校努力来经营 让吸引家长跟小朋友来注意 所以我想成功国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我们也会继续全力来支持学校的相关建设 至于和静香小姐一起听音乐的感觉如何呢 议长童子伟笑得腼腆又开心 我想去年好像校长是白雪公主嘛 去年 那今年是这个小叮当里面的静香 学校就是这样 你看我刚刚一走进来 大家就会充满朝气 我想校长就是一个学校的发展灵魂 那学校活泼然后可爱也是校长的一种代表 我想希望这个小朋友在这边就读都可以平安健康 然后很开心的学习 在校长陈怡君扮演静香小姐陪同下 议长统子伟更是开心的和幼儿园小朋友们一起合照 小朋友也非常有礼貌的感谢议长叔叔的关心和爱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五人国小周边的社区林立 因此新增设了红绿灯后制 市议员吴华佳以及校长杨志青开学日在校门口 欢迎学生第一天上课 也关心红绿灯后制的运作情形 开学日 五人国小七点开始 学生陆续来到校门口 第一天上学却发现校门口有些不一样 原来新设的红绿灯后制正式启用 小朋友我妻子放下来 他还没有绿灯 第一灯他也是要冲 会比较安全 没有错 但是没有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离开 学校警卫一早就站在路口指挥交通 虽然有后制灯管控 但驾驶人似乎还不太习惯 一般来讲我们导火老师在执行的时候 小朋友都会依照导火老师的规定 然后安全的平安的经过斑马线 到达学校 那家长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要持续的再宣导一下 因为刚开始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有些家长可能还不太适应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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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国小校长杨志青 老师一早就到校门口 迎接学生之外 市议员吴华佳也到现场了解 浩志登运作情形 上坡事实上很多车辆 它是必须会加速前进的 所以都要透过人工眼睛去看一下 车辆比较减少的时候 来去主动的做管控 那事实上这样会造成 比较多的安全上的疑虑 那现在有红绿灯之后 自然就会受到耗制的管控 那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 会停下来的一个机制 回顾了学生 还有家长和同学的一个安全 在这个无人国小跟无人国中的 这一代学区 在民国110年的时候 蔡世英立委服务处 还在当执行秘书的时候 就已经来无人国小前面 办理过会堪 那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社区 发展越来越多 然后人口增加的部分 希望可以来增设这个红绿灯号制 以及我们的人行步道的重新的改善 那希望可以保障学童 以及社区居民的安全 那终于呢 在这个我们持续的推动之下 终于在今年的暑假前 就把这个红绿灯 装设好也启用了 新色的耗制灯正式启用 让学童过马路更安全 不过校门口家长接送区 经常被停放车较占用 加上人行道太窄 又有路灯等障碍物 让学生走起来觉得卡卡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五轮国小的 家长接送区 那现在暂时是以这个 黄线化设家长接送区的部分 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 接送的车辆蛮多的 然后目前可能前一晚停在这边 还没移开车子也蛮多 所以造成就是现在这边 大量的车流也大家都必须要互相闪避 那有蛮危险的交通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 通学步道改善 把家长接送区的实际使用需求 一并考量规划进去之后呢 在整个计划执行之后 可以来改善这个问题 市议员吴华家承诺 下一个阶段将争取 通学步道环境改善 让家长学童上学行走 更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营养化碳终结诊 Noco醬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擔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期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